大家扣一个2啊 奔驰扣1 马康扣2哦 现在扣2的还有比较多的是不是 那就看那个最便宜的马康是不是 来没问题啊 给大家看一下那个30多万的一个马康 我看在哪里 应该是这台是不是 应该是这台这台我记责他 我记责他呀 来大家喜欢商量的话 咱们把赞给点起来好吧 点赞5万继续上福利 商量给大家撒个娇 或者转圈圈啊 给大家转圈圈啊 二手的奥托也不好意思啊 没有 二手车价格非常惨淡 什么意思是很便宜吗 便宜的话呢 可以考虑一下咱们家二手车 马莎我们家没有啊 不好意思 嗯马莎是没有 看一下帕拉梅拉呗 我们现在一共就介绍了两台车 都是我们的帕拉梅拉啊 对然后大家如果对哪台车感兴趣的话 可以直接跟我们后台私信一下 就是点击头像进去 然后右面有两个字聊天 可以信用我们的后台小客服小姐姐啊 嗯 看人的话可520或者33都可以 可以给我们加一个小灯牌 加一个那个小灯牌啊 就是屏幕左上角 我们有个出现一个黄色的小爱心 点一下的话 就加一下新的粉丝灯牌哦 哎 有人问到点灯牌了 夏夏 有人说二手车能保证车矿吗 二手车能不能保证车矿是吗 我们是官方4S店直营的啊 品质保证 而且合肥帮和保时机也是十年老店了 它的十周岁生日已经就上个月啊 已经过去了 在咱俩买车的话 什么都不用担心 就是图一个放心省事儿是不是 省心啊 非常的省心 嗯 干净又卫生 干净又卫生 让咱们家车都是精品车 嗯 都是精品车啊 大家如果不相信的话 可以来我们家看一看 是不是 对我们是4S店 官方4S店啊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马康啊 就是最便宜的展厅里面最便宜的一台马康的车型 33万8千 直接给大家报个数字好不好 而且首付的话是三成 大概7W就能把这辆马康直接给开回家啊 外观的话它是一个桃木红 非常大气的颜色 就很适合那种成熟稳重的哥哥们去看啊 16年10月份上的牌啊 接近于17年 它的行驶的公里数是78000公里数啊 真的 我觉得这个公里数也不是很高啊 78000公里数 可能在咱们家的话虽然上比较高的 但是在一般的二友车行的话 这个公里数真的一点都不高哦 嗯 大奖真漂亮啊 谢谢 谢谢阿姨的宗殿哥 大家喜欢山上 不要忘了点点关注啊 谢谢啊 然后呼了呼了 个论个了是不是 嗯 买车的话我就主动请你吃饭了 这女生肯定要主动一点是吧 嗯 买车的话主动请你 怎么一个月饭都山山包了啊 一周 什么一个月 一个月我就起我起了啊 一周的话可以啊 嗯 嗯 现在有没有台抗 Tekon的话是有的啊 宝贝咱们家Tekon是有的 有那个车是咱们家官方推移的 一个辆试驾车 有给你看看好不好 对是那个Tekon 4S啊 对一辆Tekon 4S 外观的话是一个 一个黑色的啊 嗯 在哪里呢 店啊 是在安徽省合肥市 包合区 长春街49号啊 新车和二车车全部都在这里啊 嗯 来看一下里面的一个内饰好不好 好 看内饰 咱们好兄弟说了 内饰的话 它就是跟我们上一代 二一款的马康的内饰是一样的 一个暗箭式的内饰啊 反正非常经典 嗯 经不经典 不管就喜欢这一款哦 挡巴的话 剩下一个鸡腿挡巴 内饰它是什么颜色的内饰 米色的内饰 有点像那个卢克索米色啊 对 而且保养的非常好 对啊 我就感觉七万八千公里说 真的没有感觉一点点脏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还是非常的很漂亮进去 一打开的话就感觉很新的一个感觉 嗯 它的头枕的话也是可以调节的啊 是那个宝石耶永达吗 是的 我们是永达集团 是永达集团的 宝贝们 马康是吗 中载哥哥 你想看马康 实际上是后 这个就是我们家一个马康 而且是咱们家里面最便宜的一台马康的车型 只需要三十三万八千啊 七万八千公里数 就是因为它可能公里数稍微高一点啊 七万八千公里数的一台马康 16年10月份上的牌 大家看到的外观就是一个桃木红的金属器啊 新车的话 指导价是五十五万六千哦 对 新车是五十五万六千的一个指导价 对 如果像我们上一代的马康的话 指导价是五十四万六千啊 就是比它只贵了EW 然后新车已经改款了 二零二款的马康 已经更新换代了啊 就它中控变了一下 变了成了我们一个大一精的显示屏 不是这样按键式的啊 这个车不缺油啊 它不过比较 可能会稍有一点 因为保时机的车型都比较稍有 但是马康的话 动力非常强劲 对动力很强 2.0T的一个排量 250多匹的马力哦 看一下后排 来没问题啊 就爱折筒 咱们就爱看一下后排好不好 小巴什么颜色 我们家前半有它红色的还有白色的啊 还有个银色的啊 大家想看什么颜色都可以看啊 有一台白色的 那个白色真的是老绝了 白色的车最漂亮了 非常好看啊 后排它的轴距是2米8的一个轴距啊 整个车长的话 是4米7的一个车长 对整个的一个SUV 小巴有个白色的 我觉得很漂亮 因为特别适合后期去改色啊 天蒙是不是啊 一会给大家看看啊 不需要加配置啊 那我们下回来了啊